現在在影片開始前呢 大家請記得幫我按讚、訂閱、打開小鈴鐺喔 影片大家都看過嘛 影片我相信大家都看過了 先跟大家講一下 大家應該都知道前面在點餐啦 反正然後他就開始吃飯嘛 吃飯中間我看了兩三次 從頭到尾 就有小朋友安安他們就拿說 這個好吃這個不好吃 好吃不好吃這個東西呢 首先我要講是非常主觀的 譬如說我今天去吃肉丸好了 我自己是不喜歡肉丸這個東西的 但是我能夠做到客觀的就是 我分辨出這個肉丸好吃不好吃 再好吃的肉丸我可能也不喜歡它 個人喜好問題 食物就是個人喜好問題啊 然後他就開始吃了 反正這邊呢 這樣 這邊 打圈圈了 然後打叉叉 然後這邊呢 我有看過超哥他們用的那個wasabi 其實 他是用膜的 所以我覺得還OK 他自己是不太喜歡吃海膽的 於是呢 他吃一吃之後 他就有說 喔這個 蝦子蠻大的 然後魚肉好吃 但是醋飯超不行 然後茶碗蒸還OK 不錯 等等之類的 我覺得 很正常 之後 超哥就進來了嘛 他就開始問說 喔怎麼樣啊 他叫師傅 或怎麼樣 撇下他們的尾牙 還是怎麼樣趕過來 但是我覺得超哥大可不用出現 就是我覺得他本人真的不用出現 然後他覺得 如果你覺得一個人不安好意 大可你可以在外面跟人家說 我們不允許拍攝 我們不允許拍攝 我們不讓你進來 就我認為啦 你是店家 你有權利來講說 我不讓你進來 我甚至認為 超哥應該是 好你要請你就請 不管他說什麼 你今天就是公眾人物 你今天 如果你要大度或大量 要做這個人設的話 很簡單 人家問你說 欸 Toys說 你的醋飯超難吃 你說 喔 那我們 基本上 食物很主觀 那我們 不好吃 我們就盡量去改進 就這樣子 我已經拿很好的食材去款待他 但他還是不滿意 那我也沒有辦法 那在我看來 我覺得 這就是EQ的問題啊 不是啊 這些都是你自己可以避免的啊 不可以去怪別人啊 在影片之中 Toys他拿了一家店來比 這一家店我也是老顧客 他拿了一期一會 我覺得非常公道 我可能不是很喜歡吃丼飯的人 所以我覺得一期會很好吃 所以我覺得 當Toys講出一期會的時候 我覺得是合理的比喻 因為他一罐一百 我不知道超哥那邊是一罐多少 那在這個情況下 一期會他的 他的醋飯 跟他的溫度 都是非常好的 可是 超哥那邊用的是凍飯 所以我不知道 他的組成是怎麼樣 好然後之後呢 超哥說了 我們的東西怎麼樣 你講講看 哇 鐵吧 你不是覺得他帶惡意嗎 如果你覺得他是帶惡意的 你為什麼要跟他互動 還要叫他講講看 我沒說錯吧 聊天室 當他又做球給他 我就覺得說 哇 你們都覺得 Toys白目 你都知道 Toys 會講出什麼話了 所以 所以是不是 你把自己逼到一個忍無可忍的地步呢 然後 就開始了 超哥 想要 Toys聽進去的 模式 重點在這邊 我覺得 我覺得聽力很重要 很多台灣的人 不懂得去聆聽 你只希望別人聽到你講什麼 而 你沒有辦法去聽進去別人講什麼啊 可是你不是一個服務業嗎 服務業就更需要聽到別人講什麼啊 見面 見面三分情 我認為他是一個在社會上走跳這麼久的人 你知道誰是怎麼樣的 你怎麼期待他見面三分情呢 白目 Toys 根本欠打 哦 你可能這樣覺得啦 我 可能不這樣覺得 因為我覺得 第一個是你叫我評論的 第二個 你要強加 坐在我旁邊 然後超哥就開始說起華 我跟你講我最討厭的 一天到晚把台灣的價值搬出來的人 對我來說 我不不能接受 第二個就是 華人怎樣又怎樣 把這個搬出來的這兩句話聽到 我覺得我才忍無可忍 來 我跟你們講一件事情 我在阿根廷的時候 在阿根廷的超市 有一條街 就是中國街 好 中國街 哦 我聽過非常多 而且也看過非常多 我在這邊開一間超市 哦 如果你看在我的旁邊 我就要找人弄你 但是韓國區 哦 在阿根廷的另外一邊 哦 每一個人都開衣服店 什麼店 全部都開在一起 大家一起保護 你跟我說華人 很團結 所以很多東西啊 我真的是很不喜歡 不管怎樣 就說哦 你這個就是丟台灣人的臉 我很討厭人家講這句話 因為台灣人的價值 不是在一個人身上 然後第二個 我們華人我們怎樣 You know 我聽到這個 我就覺得你逼我了嘛 很多人這邊聊天室也同意嘛 華人專告自己人嘛 是不是 我覺得 人就是要 互相尊重 而不是你比較高年級 或是你是長輩 或怎樣 而是互相尊重 就像很多人也會講我啊 我出來開直播 我在YouTube上面 很多人就會評判我啊 我就會把它歸類為 會這樣說我的人 基本上他就是不喜歡我 我覺得我應該檢討的是我自己 我該怎麼做 會不會讓大家的感官會比較好一點 所以我不需要再去批評他啊 不應該強加我的價值在他的身上啊 哦 我自己檢討自己就好了嘛 火速找錢半飽 我對 昨天一時沒有忍耐住 揍了桃椅子一頓 然後所造成的風波 跟社會道眾 道歉 是 了解是你們知道道歉是什麼意思嗎 不是道歉要做乳溝啦 哭啊 道歉最重要的是什麼 道歉最重要的是彌補 你們知道嗎 就是你要自己出來哪裡 你才會成心嘛 你成心之後 你才會改過嘛 改過之後你才會想說 哦 那我做著這個不對的事情 我要怎麼去彌補這個東西嗎 但他對社會大眾道歉 啊道歉完了 所以咧 因為我覺得 身為一個公眾人物 做了這個舉動 對很多人的感官並不好 所以他本來就不安好心 就是像 如果他本來就不安好心 就像我說的 你應該請他出去 或是你甚至個人不需要到場 我覺得是這樣子 我從外趕回來 我請我的主廚用最 這邊接下來的言論 我跟你講大可不必 因為這個就很像 就是把自己塑造成受害的人 為什麼你就一定要逼著我領情呢 我也沒有需要這個東西啊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文化的差異啊 啊我這都是為你好 我這都是為你好 我已經養育你 我已經怎樣怎樣了 啊我把你從小養到大 你身邊我帶你去看醫生 blablabla講一大堆 我這都是為你好 我是愛你的 但這個就是無形中的壓力 我覺得台灣的爸媽很多 也會這樣子 所以 你要對付Toys 超哥你要對付Toys這種人 你就是不要理他 你不要幫他做球 他講完 這個就停了 他就沒有話題了 就這樣子這麼簡單 我跟你說啦 你說嘴巴惡毒的 那你去法國住一下 去南美洲住一下 真的啦 這個講話 才叫惡毒吧 你說美國人都還好 美國人也是 但是我不覺得美國人很直接喔 去南美洲晃一圈 我告訴你什麼叫直接 但是你對這種人講 講什麼都講不通 他說對這種人講 講什麼都講不通 但是超哥我覺得 過去已經有雞排的事件了 我覺得超哥沒有聆聽 三個月過後 還是一樣 同學們 你們現在要學會的 就是真的要去聆聽別人在說的話 別人的訴求是什麼 要先聆聽啊 先把自己放一邊 不要把自己的中心放這麼重 我覺得 Toys今天要檢討的 不是他要說 超哥這個人就怎樣 超哥這個人就怎樣 而是他要檢討說 OK 我這樣講話等於我會被打 我還要這樣講話嗎 我還要這樣下去嗎 任何男生是可以接受的吧 喔沒有想 沒有 沒有想任何男生是可以接受的吧 OK Again Again 啊有所有的男生啦 OK 這就是我不喜歡的講話方式 答人是不對的 時間如果再倒回一次的話 答人是不對的 時間如果再倒回一次 我還是會揍他 我還是會揍他 所以 我問你們一句啦 你說很白藍很挑釁 還是怎樣 Toys 請問這句話是不是挑戰台灣的司法 重點是別人很白目 你不用跟他做一樣的人嘛 來 我們來解析一下 我們來解析一下這段話 首先我想跟大家道歉 前天晚上我氣昏頭 一直沒按摩住 走了Toys一頓 動手就是錯 使用暴力是我不對 Good start 然後馬上要接一個不好的開始了 OK 九妹公開道歉了 承認錯誤 You know 這個就是一個很沒禮貌的地方 是我的話 我覺得自己的事情 不應該 去拿別人的事情做開頭 然後 統神來怒斥Toys 這個大家都知道他們有 絲綢 所以這件事情又拿統神來 有智慧的台灣人開始 思考Toys的慣用手法 Toys差不多被台灣人看破手腳 這個跟台灣有什麼關係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又是台灣人 我的主廚料理金有25年以上 都採用好的東西 的職人做出來的東西 怎麼會到超級難吃 這些就是講說有多辛苦啦 因為是夢想跟現實中取平衡點 確實 如果關門大吉賠一千多萬 我沒問題我賠得起 但是我的小夥伴們怎麼辦 超哥在你揮出那一拳的時候 你應該要知道說 我揮了這個拳 我的小夥伴們怎麼辦 非要開直播叫大家不要來的地步 我看了三次直播 我沒有聽到Toys叫大家不要來 他應該是說什麼東西不好吃你不要點 什麼東西好吃你可以點 當你進到別人餐廳之後 你有沒有想過別人的感受 尊重餐飲業很難嗎 那在我一樣在講 超哥就是家裡的人來到台灣 他們說台灣的東西超好吃的 美國根本不能比 尊重美國的餐飲業很難嗎 對吧我不能這樣講嘛 我這樣講的話就表示 我在雞蛋裡面挑骨頭嗎 餐飲業真的很辛苦 這邊我問一個問題 空姐不辛苦嗎 警察不辛苦嗎 消防員不辛苦嗎 到底誰不辛苦 大家工作都很辛苦啊 請你不要再欺負台灣的餐飲業了 這就是我的點你知道嗎 這就是我爆炸的點你知道嗎 你一直逼我 我是台灣人 但是你一直用台灣這兩個字 你一直逼我 我揍了你我錯了 但人情我覺得我沒有錯 我覺得人情就是EQD啊 很多誤殺啊很多情殺 就是因為當下情緒控管不了 EQD忍無可忍才做的事情 梁醫師你們自己好想好 揍你犯法不揍你 你真的以為台灣人都是軟苦頭 台灣人善良好欺負 Oh my god我想揍我自己了 Oh my goodness 讓你這個嘴賤的港仔看看台灣男子漢的氣魄 Oh我覺得這是超級超級超級 我不論這些人捐了多少錢 好不好 完全不合邏輯 我覺得很重要的是什麼 除了錢以外的東西是Action 你的作為 你能行動什麼 OK那Toys的貼文呢 你可以很明顯的看到這兩個東西 我看Toys的貼文有沒有什麼不妥的 這個東西你看我能理解 超可能不想我來用餐 所以在進店的時候 已經先問過店員是否可以內用 如果我要講 把Toys講比較邪惡一點的話 我覺得這個就是一個聰明的舉動 但我不覺得啦 我不覺得啦 首先對於法院之 我沒有資格談法論 You see 人家講話 人家講話就是很正常 這邊啦 這邊啦 有人覺得嘴賤被打破頭 所以館獎被打破頭 這他的總結比較有問題啦 他的總結我會覺得 有一點極端 我覺得這個 總 這個總結是很差的 確實啊 你在莉雅德 是啊 在莉雅德 是啊 我 我告訴你 你今天穿那個阿巴雅 包緊緊 親身旁隔壁間發生的事情 包緊緊 可是我們身材怎麼樣 前凸 後翹嘛 阿這個包緊緊也會有這個curve在嘛對不對 他就想對你 唯一所欲為 馬上跑到樓下去跟老總講 跟老總講完去這個飯店告訴他說 你們的這個員工怎樣怎樣 飯店員工跟你說 抱歉今天你要告上法庭嗎 你要告上法庭 我一樣可以跟你說 即使你全身都包起來了 但是我看到你的曲線了 你就是勾引我 人家的法律就是這樣子 在莉雅德 女生不能跟男生並肩走 女生跟男生不能同一個桌吃飯 你們就要珍惜台灣 你們要好好的 今天在看我台的觀眾 你們要想想什麼是對什麼是錯 什麼是好好做 我建議這些男性人 這個移民到莉雅德去 你又可以仇女 你又什麼都可以 沒問題的 請去莉雅德 但是我可以看得出他下面這個講話的用意 兩邊看你們就可以很明顯的看到 差距了啦 好不好 我就說了啦 今天雙鳴來雙我 就是我讓他不喜歡嘛 他雙我也是因為他不喜歡我嘛 對不對 啊我還要跟他吵什麼 我要去檢討我自己 自己檢討 自己 好嗎 華人們 在這邊 慎重的建議 吵歌 你想想看 你是一個家庭美滿 人生順水 又有自己的這個事業 何必去與一個 你覺得很討厭的人 或是不懷好意的人 去做爭執呢 應該要把自己的高度做出來 自己的EQ管理好 這才是一個比較重要的事情 Toys的部分呢 就是你想想看 這樣子會被揍嘛 在這個文化的台灣不適宜嘛 稍微調整一下 或稍微就找到一些平衡啊 啊如果 很多人台灣都覺得你 嘴巴很嘴秋 那你就要想一下 我是否適合居住在這個地方 第二個 我是否還要居這樣 居這樣我真的走出去會被扁 可能他也覺得 喔我被扁沒差 我就是要Be myself OK那只能自行承擔後果 啊如果他覺得 喔這次的事件呢 其實對身邊的人影響很大 我就要好好的去想說 那我是不是要稍微調整一下 自己